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是在这里聚会的最后一次 但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因为我们就像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一样 常常搬迁 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都能够与神同在 我们想一想 像美军姐跟我们一起聚会 已经四十多年了 从一开始就到如今 那么我们搬了多少次 在地上好像也没有一个稳定的地方 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 更重要的是我们羡慕一个永恒的天家 今天我的状况有点异样 声音也怪怪的 但是现在脚是浮的 因为昨天晚上好像睡不着觉 感冒了 不过所以身体是有点状况 不过就靠上帝的怜悯吧 上帝一定会提供给我们够用的力量 也需要靠你们祷告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还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谢谢你 相信你必怜悯恩待我们 当我们当仆人身心灵都软弱的时候 只有唯有单单靠着你 靠着你的宝血遮盖 靠着你的灵复辟 因为你要恩待你的儿女 要把当说的话 把我们所需要领受的应许 所能够互相勉励的 从你而来的宝贵的话语 能够在讲台上讲得听得同得益处 以下的时间就求你特别恩待 特别怜悯 求你用你的灵托住 让现在在你面前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在我 在仆人里面活着 让我们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单单仰望你的奇妙的奇事 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刚才读年度的异象 黑夜以身白昼将近 这个黑夜以身是看见了 白昼的将近是不是有这样的信心呢 我们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光明的兵器是什么 上个礼拜我们说 其实光明兵器的意义之一是奇事 但是其实光明的兵器 以约翰一书一章五节说 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 这是我们从主听见 又报给你们的信息 所以光也就是与神同在 第二章的第十节说 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里 在他并没有半叠的缘由 这个这里又讲到光就是爱 神就是爱 这是约翰一书的主题 所以我们需要有神同在 他的主要的基本的现象 就是有什么呢 就是有爱在我们里面 这个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会唱 没有蔬菜 这个你们唱的最好是不要随便跟我唱 一定泄露你的年龄啊 这是蔡琴后来重新唱的 其实原来是在上海时代的歌 也许刚刚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 脸上露出怪异的表情 牧师上个礼拜唱大海 这个礼拜又唱蔡琴的歌 为什么会不唱鼠灵的歌曲 偏偏找这些 当然理由最简单的一个理由 就是想到了 觉得这个歌可以提醒 可以加强弟兄姐妹 对我所想的信息的印象 但是更重要的 其实我也想了 我也认真的思想过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信仰 是落实在生活当中的 不要把自己活得怪怪的 属灵的好像脚步沾沉 好像不食人间烟火 像我以前一位老师 像雅玲跟我们都很熟悉的 陈希珍老师 他就曾经跟我们讲 他年轻的时候的信仰的状态 因为他们的教会告诉人家说 看电影就是贪爱世界 就不属灵 所以他做青年聚会当中的成员 大家比赛爱主 都不敢看电影 但是一部电影出来了 他又很想看 那怎么办呢 就戴上穿上雨衣 大热天穿上雨衣 包着紧紧的 跑到电影院里去看 好像做贼一样 他后来当然是知道说 那种信仰是怪怪的 那种信仰会使人 把人带进一种假冒为善 不真实的状态 事实上我们用人间的 罗马书第一章明明告诉我们 神是用万物向我们启示 耶稣基督讲的一些例子 保罗他们讲的一些例子 我们现在读起来 好像写在圣经上面 都好像很神圣 所以讲那个就很神圣 那讲世界上的就没有神圣 其实耶稣基督讲的时候 都是路边的事情 都是人间的消息 所以我希望我们了解这件事 这个礼拜北京有一个童工 我们跟他分享了信息以后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道怎样能够真实的 落在生活当中 而不是停在大脑或者是嘴上 那我就跟他打说 这其实就不知道怎么跟你回答 就是生活 活着 所以他后来就领悟了 就想到庄子的话 道是在哪里呢 道是在小蚂蚁 道是在小草 道是在这个路边的瓦砾 这个美夏玉矿 就是从那句话来的 所以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 这个信仰是让我们活得 很平淡 很一般化 跟人没有什么距离 但是这样的信息 确实让我们能够活得真实 活得有信心 活得幸福 活得喜乐 而且有永恒的盼望 所以我也想借着这件事情 和弟兄妹讲 没有什么属灵和属世界的 人如果对一切都好 那千万不要把自己活得 好像一种宗教狂热分子一样 那还得天天唱高调 那么这个流行歌也不敢唱 流行歌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了 那这里我想唱的一句话是什么 爱就是光 光就是爱 这里说活在没有爱的人间 过一日好像过一年 这个日子真难过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 世界已经弄得非常非常的混乱了 整个世道混乱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们看到什么呢 看到天象 看到人情 这个天象我们看到 这个澳洲 南美澳洲 加拿大各地的山林大火 那么全世界到处都是水灾 我们这个台湾 这个小浅那只小狗 只不过从南部 南部稍稍跑一下 那么17级的风已经超过 这个许许多多的天后的乱象 就不用讲了 那么世界上 像昨天你知道以色列 巴勒斯坦哈马斯 那么划射了5000个飞弹 那么这个以色列已经宣告他们进入战争状态 刚才中立还在跟我讲说这一次的战争 恐怕后果是很严重的 战争或者是人世间很多怪异的事情 像这个美国 因为这个偷东西 抢东西的人太多了 法院管不过来 所以他改了一个法令 改了一个法令 就是只要偷1000块美元以上 以下不算罪 所以在旧金山听说 他们就几十个年轻人找在一起 约在一起 一起出门吧 去看到那个大的礼物店 那每一个一起抢进去 每一个人偷 都看标价 不要超过1000美元 那他就抢了就走 那么像中国大陆也一样 台湾比方说淡的事情 或者是肉乱标价 或者是在苏州 有一个人 苏州有一个结婚礼堂 布置了七个小时 然后回家去睡一觉四个小时 被搬得光光的 连螺丝钉都没有了 那在这个河南 河南他们有一个音乐祭 几万人在那里唱歌 然后稍稍晚上不在 这村民进去 这个偷了墙的机 几百样东西 他们的市委书记 在那里都没有用 这个整个世界 世道是非常非常的混乱 那我是讲说 其实这种天象人情 我们越来越知道气象 越来越没有把握 我们越来资讯 教育越 要教育越普及 对不对 人人都知书而不达力 那么很多人都受了教育 却是越来越没有品德 这个资讯越来越丰富 这个知识与资讯的反差 让我们觉得说 这个世代 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那么其实 这个混乱的世道 混乱与这个纷争 其实是连体因 这个富为因果 混乱带来纷争 混乱带来混乱 这个混乱其实是人间 人世间会多灾多难的隐藏因素 因为我们知道 在现代的物理学 以及古典的哲学 都告诉我们一件事 世界上种种的现象 这个量子纠缠的观念 这个引述让我们知道 其实世界上的种种现象 是从人心所造成的 而人心造成纷争 我们看到每一个国家 都在呼喊 要和平 那所有的人都在呼喊说 我们要彼此恩慈相待 要和平共处 要团结 但是却是拼命在制造对立 很多地方我们看到人们 事实上当对立起来的时候 就是变成说 只要抓住一点点的 只抓住一点点的话题 就拼命挖 就是不是去补动 而是挖窟窿 我不知道我所讲的 你们能够了解吗 那就把小事情闹大 闹得好 成为借口去攻击对方 那你要和平 无论是国与国 或者是党与党 或者是人与人 这个纷争就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这种现象 就是诗篇120篇第六节说 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 许走相处 其实人说是要和平 其实恨不和睦的更多 属神的人说我愿和睦 但我花言 他们就要征战 我们多劝两句的话 就觉得说 好像在攻击他们一样 所以其实这种现象 让我们看到 我们所处的世界 实在是很困难 不过上书的一段话 是中国儒教的 中国儒家思想的经典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为经为医 允直觉中 这是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人的心是会变化混乱的 而道使我们的心 能够在很细微的地方去寻求 要认真 要专注 那么让我们好好的 这个觉有这个悬崖的意思 好好的在危难的状况底下 仍然能够平安 这就是道的主要的作用意义 所以今天周报上面 我提了这个 我们讨论的问题 人心影响环境 这是古典哲学 与最尖端物理学 相互印证的真理 你们知道 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吗 就不足补充了 人们盼望有太平和祥的世界 但是却不知道 它是太平和祥平安 一定要从人心着手 要让如果心里边 没有一种平安 没有一种真实的 这个真理 作为内在的支撑 那么我们在世上 不知道怎么活 就会活到一种状况 就会变成说 这个 不知道将来会如何 所以人不畏己 天诸地面 那每一个人都 都朝自私自利的方向 去活 每一个人都活得非常混乱 所以必须要从人心着手 必须要 人的心要改变 环境才会改变 如果心没有改变 如果没有宽厚 仁爱的生命 是一定没有办法 使自己活在 一种和祥的环境里 只会制造罪恶纷争而已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 所以究竟造成 混乱纷争的根源何在 那么基督徒应当是和平之子 我们知道造成 混乱纷争的根源 其实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不过今天会再和大家强调一下 作为基督徒 我们说为什么是和平之子 以赛亚书说 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那么他是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那么其实这个他 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 大我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真理 有恩典有真理 那么事实上 让耶稣基督是把真理的道 用人生活出来 用这个留下一些话 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怎样改变自己的生命 改变自己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与神相近 越来越有确据 越来越知道 怎样使我们 活得幸福 活得喜乐 而且看得见永恒 那么可以 可以有永恒的 真实的喜乐 这就是道 我们刚刚讲说 其实道 不是在唱高调的里面 道其实在 很貌似平凡 但是里面却是 很真实的状况 我今天的身体 这样的状态 那么 其实 要 来和大家 讲信息 事实上也有一点点 可以说有点辛苦 那 也不是 这个贪求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什么都不缺 那 讲道也没有 多得到一块钱 对 但是 里面会有很大 很大的幸福感 和满足感 我们 无论是身体的状况如何 我们知道 这样活着 不仅是 今生 得百倍 来世 得永生 让我们 无论是身体的状况如何 环境的状况如何 心里面那种真实的美好 却是 很扎实 很具体的 所以这是我们 可以和大家 分享 共享的信息 所以 耶稣 基督的 道 我们今天 唱的几首诗歌 我现在一时 没有办法 互送 这个耶稣 对你 对我 都非常的好 那我们知道 是有他的同在 第七节 以赛亚书六九章七节说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兼 使国兼顾稳定 从今直到永远 万君之夜花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这里边讲到一个国 所谓的国 我们不是地上 国与国相争那样的国 而是一个国度 一个环境 一个群体 这就是新天新地 天国的意义存在着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 建造经营永恒 以及现世 现今的世代的平安环境 我在讲说 根是在永恒 上一次我有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 这个多维的存在理念 知道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有形职的世界 看得见的世界的一切现象 是由从高维度的存在 去投射下来的 我们必须改变高维度的 灵界的存在 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状态 你有多少的信心 有多少的生命的真理 就会显出多少的 就会显在世界上 形成怎样的状态 如果说我们只想改变 我们的现实世界 那么事实上改变不了的 因为根在那里 我讲的 这个以前都讲过 大家会有印象 希望大家对这件事情 更了解一点 你必须要从灵里边 从心里边 从与神同在的状况里边 做改变 我们的环境 才会有真正的变化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 要和大家讲的 那么讲说 新天新地 就是神会为我们预备的国 有需要 因为这个世界 世道实在非常纷乱 而上帝已经在为我们预备着了 耶和华的宣招是要赐给我们 一尘一尘的福 那么今天继续讲到第三段的 最后一段 为后一次的福 耶和华对圣民的宣招 因为他赐给我们 欢喜的环境 赐给我们 从今时到永远 蒙福的应许 那么刚才这个名人带我们读经了 今天我们就 简单的跳过 在十七到二十节 讲到上帝在我们的 为我们的预备他的计划 他的计划包括三个方面 就是新天新地的条件 你要成为新天新地的百姓 必须要有一个认知 必须要形成一种生命的状态 或者习惯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然后呢 第十八节到十九节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这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 他的现象 然后第二十节讲到 其中没有数日妖王的婴孩 也没有受数不满的老者 这话带着很微妙 很奇妙的启示存在着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讲清楚 而这里边所讲的 就是在其中的居民 他的实际的状态 那么在第二十节二十一节 讲到他们要建造房屋 自己居住 栽种葡萄园 自己吃其中的果子 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 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 这是说到 其实所谓的这个新天新地 我们以为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 事实上一面是上帝的预备 另一面却是我们需要自己去栽种 自己去建造 所以这就讲到说 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是神所栽种的田地 那么如何去建造 如何去过自己的人生 做好自己当做的事 这是才能够有新天新地 这个新天新地 我再说一次 新天新地是在今生我们就能体验的 当我们教会在这些年间 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挪移 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看到许多弟兄姐妹 确确实实看到许多弟兄姐妹的生命改变 里边的那种真实紮实 无论外在的环境怎样变化 我们心里边都有属天的盼望 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奇妙的事 因为如果说我们刚刚讲到世界的变化 有很多地方国家 它的经济的大震荡 那很可能你用 有些人拥有很大的资产 一戏之间就没有了 像这个战争一来 我们看到这个飞弹一打 很多楼都倒掉 那人这个无论是财产也好 生命也好 可能一戏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什么事 什么状态会让我们有真正的平安 真正的幸福呢 这个是相当大的学问 我们已经都在其中 我们都知道 但是如何去使自己 在根基上面建造得更丰富 更加的美好 这就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了 那么至于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这就讲到这个上帝与选民的互动 第一点是他让我们工作必定有成就 第二件事情是他一定天天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讲话他就 我们没讲他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 我们讲了他就听 那么二十五节就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的现象 世界上有一些看起来似乎是可怕的事情 但是如果你是属神的人 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事 一切对我们都是美好的 我们看一切都是好的 那么一切对我们都会好吗 会的 这个世界我们指望说别人变好了 让我们跟他们处得很舒服 那是错误的方法 当我们变好了 自己活对了以后 那么我们就会看到 即或是仇敌 他也会与我们和好 即或是环境很艰难 在很艰难的环境里边 仍然有一片安乐土 上帝所保守的地方 让我们在其中能够平安幸福的过日 这是很奇妙的应许 却是很真实的事情 所以这是我们要聊 对于新天新地要有一种 不要把它设想为很遥远的国度 那有些人在今生今世活得乱七八糟的 那却是以为说他将来会有什么 那这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因为真理不是那样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的 从这个第十七节开始和弟兄姐妹分享 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这一段了 第一段了 那这是讲到这里 这里讲 你看我照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我们刚刚说到 这是上帝让我们成为天国的百姓的 基本条件 却是非常重要的祝福 那么第十八节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 因我所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这个上帝造给我们一个环境 造给我们一个在环境里边的人 这个圣城里面的人 我们喜欢这个城市 也喜欢这城市里边的人 我们住在其中 就会感觉幸福快乐 那么我们自己主观的感觉幸福快乐 十九节说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 和哀嚎的声音 这个我是指上帝 我们不仅是主观的 我们自己觉得幸福快乐 而且我们也深深的知道 上帝喜悦我们 人会有幸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你得神的喜悦是 上帝他是怎样一种存在 他是活得 上帝的存在是一种充满了 充满了热力 充满了光 这个丰丰富富的 饱饱足足的有荣耀 这样的状态 这是他的喜悦 也是我们的喜悦 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喜悦 那么这一段话 其实他的根基就是圣城 所以我们说 更新的圣城和更新的圣民 上次有和弟兄姊妹讲到 其实世界上的城和民是两回事 如果一个城 见得曾经很飞凡 但是后来方凉了 有许多荒废的城 人们都离开了 那么神的圣城不是这样 神的圣城是怎样 百姓就是城的城墙 十二样的宝石 竹南活石 我们在其中也是活石 每一个人都是城的一块宝石 所以这个城不是别人 就是我们 我们连接在一起 也联络整齐 耶路撒冷就像联络整齐的一座城 我们大家彼此联络得好 这就是圣城 所以这个神的城 新天新地 与世人的城是不一样的 而这个新天新地的启示 我们上回也和大家讲说 这个新是上帝要来更新它 我们说到 其实上帝的新 是永恒的神 持续更新的创造 他不是一种停留 那么这句话 很多人包括师母 听了就会 都有被提醒了 上帝不是停在 到了一个点以后 什么就不做了 不是的 他是不断地在更新 而我们也是如此 我们永远都没有到达 逐渐到这个 这个变到一个程度以后 开始变老变衰 不是那样的 那么这是我们要和弟兄姊妹 讲的第一个点 然后在这个重弦的事 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这个不再被纪念 是指着 我们 我们 这个 曾经 做过的 不对的事情 不会被人家 一直练刀着 像有一些夫妻 吵架 那么常常 这个 比较多的是 女性朋友 那 他们 就常常把 三十年前 二十年轻的老账 每一次都拿出来 拿出来翻一次 那这样就 会让人非常困扰 所以夫妻的关系是如此 我们 这个 亲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我们 从前做过的一些傻事 糗事 老是被拿出来念 那个日子也不太好过 对吧 所以 我们要 要能够 幸福快乐 他的一个 一个基本条件 就是什么呢 就是 从前的事 不再 被纪念 然后 也不再追想 别人不纪念了 你却还在天天 想着那样的事情 那就自行环绕 事实上 我们如果 如果 有人 一直纪念着 别人 对他的不好 或者 纪念别人 对他的亏欠 这越想会 越 这个延伸 那越想会 越多 到后来会 产生很多的 很多的 这个该怎么讲呢 不以为是 所以 人的记忆 找在一起的时候 对在一起的时候 会发现 很可怕的事情 每一个人的记忆 相同的一件事情 都不一样 那么 你如果说 记忆一个人的坏事 记忆一个人的 让你不愉快的事情 越想越多 到后来没有的 也加进去了 这个人的 人的思想是 有这样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 我们不要去 纪念别人的过错 才能够 与我们 所面对的人 能够 能够和平相处 能够快乐的相处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然后你要自己 与自己和好 你自己 做错的事情 能够交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 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我们知道 我们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那让我们知道说 其实 我们要去追 纪念要去追想的 毁利比书第四章 告诉我们这 我们要数算 如数加真 去想好的 想好的越想越多 后来想到后来 其实它没那么好 它没有跟你那么多 但你越想越多 会有什么吃亏 那就觉得说 他对我真好 那其实没对 他没对我这么好 我就拼拼地感谢他 他不好意思 都给你点 常常就变成这样的效果 所以应用基督的救恩 是享受神 自由的基本现象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让我们把一切的 让我们首先的要饶恕 你若不饶恕人 天父也不饶恕我们 靠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我们要把一切的 不愉快的事情 都放下 而且我们在神的家中 在新天新地的百姓里边 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样的恩典 有这样的特权 如果我在教会里 你要去数算 我过去的不对 那是你的事 我也哪里没办法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活得对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教会 就看见这样的现象 不去不念旧恶的 只记念彼此的好 这样就能够越来越好 这是新天新地的 百姓的基本特质 你们同意吗 同意说什么 阿们 所以造新天新地的 基本特质 就是从前的事 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降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才会有 一种接下来的 十八节的状况 你们当因 我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上帝造什么 上帝造的人 造整个世界 但是我们在其中 我们是出手的果子 他所造的要为人 为人所喜 其中的居民要为人所乐 我们已经说了 成和民是一体的两面 是相同一件事情的 两个形容词 所以我们有 上帝所造的是 让我们喜欢的 有喜欢的感觉 才会有快乐的享受 对吧 我们常常说 爱就是因为什么 只有爱是让我们 能够快乐的事情 所有的快乐 都跟爱有关系 你爱吃什么 吃到什么 就会快乐 你不爱吃的 推给你吃的话 就好像受刑一样 不喜欢吃辣的 拼命叫你吃 那就惨了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有能力 去喜爱我们身边的人 而且我们也相信 他也会喜爱我 这样明白吗 那这就是上帝所造的 祝福的恩典 所以因神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事实上上帝放在我们 放在我们里边的 上帝让我们 渐渐能够越来越真实的 就知道说 人不是只有这一生 人是有永恒可以盼望的 而且永恒不是在未来 永恒其实就是存在于现在 我这么说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为上帝所造的 不是短暂的 而是永远的 我们现在把今天活好 对永远是有 是有永远的价值 是有真实的价值 是有稳定的作用 人生事情 很多事情都会变来变去 你什么事情不会变呢 自己的生命变得如何 变得与上帝 与上帝的永恒的真理 合一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变了 爱 神是爱 这件事情可以不必变 那么什么样的关系不会变呢 你只有在新天新地里边的 居民的关系 因为我们彼此认定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 我们是要彼此相爱 也会彼此相爱 能彼此相爱 那么这其中包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都会换错 换错了就换过去 我们都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 因此我们如果夫妻是如此 夫妻就不必离婚 就是大家都有相同的概念 我知道你一定会换错的 老早就预备好等在那里 你什么时候换错了 我好饶恕你 那这样的话 就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事情 亲人之间也是如此 如果说我们守在那个地方 就等着你哪一天换错了 我好把你一脚踢开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吧 所以这个关系 什么是能够永远的呢 有真理 有基督的真理 使我们能够在永远当中 能够活好 而这个要为神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就需要学习什么呢 遗忘以及更新 把坏的放掉 把有的持续不断的更新变化 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 这个以前有给大家提供 今天好像也有 原文的欢意在里边 我故意把原文欢意的 希伯来文欢意的很不顺 就因为他这个希伯来文 他是一种最古典的文字 那么就像我们的 这个上书 那个时代那一类的文字一样 他其实几个字对在一起 可以有很多种理解方式 那么每一个人 特别是上帝的话 你在不同的属灵年龄里边 会有不同的体会 但是所有的体会都是对的 所以看我创造新天和新地 这个上帝不断的创造 而且这个创造是持续在更新的 等一下 或者是下文我们还会说 而不追念先前的事 也不上入于心 这个主要的是 那个追想这个字 其实是上腾的 原文是上腾 那么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说这个恶从心头起 这个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有很多时候 这个心里边就有一种怒火起来 但是你能不能有快乐喜乐的心 怒火起来呢 因为想起了一些事情 那一些心头就恨就涌上心头 那不要让那些 那些涌在自己心头里 这就是这里的基本意思 而唯有翻喜快乐 那么这里讲永远 它原文是永远到永远 现在的永恒到上帝所创造的 不断更新的永恒 那因我的创造 因我造的耶路撒冷快乐 因成他的居民 这女性的她是指成喜悦 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其实成和民就是一体的 耶路撒冷 你看教会不能够看主持 不能看皇子 下个礼拜我们这个礼拜堂没了 但我们还到别的地方去 我们人还在 教会是谁 教会是哪里 教会是我们 新天新地 天国是什么 天国是我们 这个事情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所以新天新地的启示 特别提到不再追祥的作用 这个是我需要跟弟兄妹 喜欢跟弟兄妹特别强调的一件事 这个救恩看起来 好像很平常 但是一个人如何能够操练到一种生命 而且有这样的信心和确据 知道说我们可以不被人定罪 可以不定罪自己 可以把一切的过去的事情都放开 世界上没有那个方法 活教徒或者是其他研究宗教 其实修行的人 他们对于曾经犯过的错 要不断不断地去赎罪 不断不断地去修行 看看能不能使那个罪恶感 罪疚感消除掉 然后彼此之间 彼此之间如果产生了什么纠纷 那总会觉得说 那么恶有恶报 所有的冤仇 你咬我一口 我一定要咬你两下 很多时候这种 该怎么讲呢 觉得说应该要争取到公平 那么争取到自己的权益 这个事情是人类存在的 有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以后 人类存在的基本现象 只有基督徒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一切的恩典可以白白地得来 你越按着你的信为你成就 你相信你的恩典 是可以白白得来的 才能够得到 这也是量子物理学 这个薛定谔的猫 不确定因素 他的基本的概念 你的心如何 你所信的如何 他怎么为你成就 所以这个不再纪念 不再追想 是平淡的一句话 但是他翻译成背 是一种被动的 这是因为他们 希伯来文 他的受格和阻隔的差别 那就变成说 不被纪念 也不追想 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词 十八节说 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 欢喜快乐 因我造的耶路撒冷为人所喜 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 然后十九节说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百姓的 因我的百姓快乐 其中必不再听见 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 这个就有 这个我们从现在到未来 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 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们作为父母 其实养儿育女 每一个儿女都爱 但是不是每一个儿女 都让你很快乐 如果你只有一个 那就没得选择了 如果以前 我们有很多人 有 以前的家庭 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就有十三个弟兄姐妹 那还有更多的 以前儿女会上多 是不是每一个都让父母亲喜悦呢 那就很难说了 对吧 但是我们要成为神所喜悦的 我们的耶路撒冷 圣成新耶路撒冷 从天上降下的耶路撒冷 也就是我们的教会 要为神所喜悦 所以我们在人生 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在什么事情上面 会得到快乐呢 如果我们自己 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们因我所造的 永远欢喜快乐 我就因耶路撒冷 欢喜 这是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主观的 我们感觉 我们是好的 是欢喜的 我们喜爱我们彼此 喜爱我们的彼此 喜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喜爱我们的教会 这就是显示出 上帝喜悦我们的凭据 我不知道我怎样表达 你们可以更了解我的意思 其实你不必去外面去找 我们自己的状态 就是上帝对待我们的状态 所以如何把自己活好 活得开心 活得快乐 这个我们努力的在 跟弟兄姐妹 在彼此劝说这件事 希望大家在这个观念 基本观念建立得清楚 你在这个世界上去 从外面去等候 去祈求 去盼望说外面 有人给我们什么恩典 什么祝福 那些也有可能会碰到 碰到的所有从外面来 加给你的快乐 永远都时效非常短 一般会带给我们 心愤快乐的事情 再大的心愤快乐 也不过几个月 一般都是几个小时 对吧 而只有我们自己里面 有一种神的道在我们里边 让我们一天一天的去 真真实实的经历 上帝的话的真实确定 有这本圣经 真是非常奇妙 我们这一次 以赛亚书讲了九十节 肯定还要讲第十次了 希望不要讲第十一次 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其实圣经的每一句话 我们就像美金节 我们刚刚说 我们在一起已经四十多年了 每个礼拜都讲 圣经的每一节都讲 每一节都有它的 非常非常丰富的 存在的意义 我自己是在其中 昨天晚上 睡不着 想圣经的话 还是有一些在 等候上帝给我启示的 还有非常多 这本圣经 上帝把它留给我们 里边真是充满了 各样的丰富而奇妙的启示 而从其中 我们能够得到 使我们活得真实 活在真实里边 活在永恒里边 活出荣耀来 这样所有所有的方法 而且方法非常之简单 我们再把刚才的话 再绕一次 你自己能够不记念别人的恶 不记念从前失败的事情 而对于未来有盼望 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说 讲说喜乐的条件 就是现在能享受 未来有盼望 享受这个时候 这个生病的老人 在这里唠唠叨叨叨 讲这讲那 那你到底是痛苦忍耐呢 还是享受呢 你要决定 你要决定说 我这个人在 还讲不完 还不让我回家 那你就忍受吧 一个人在你面前 一件事情 一道菜 一件事情在你面前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吧 所以其实任何一件事情 懂得感恩都能享受 当我这两天去植牙 这个礼拜植牙 所以身体各样的毛病 那有些时候 当我们什么地方 很疼痛的时候 能够不痛 真是上天赏赐的恩典 那不痛的时候 你怎么不会快乐呢 这个常常感冒 弄到呼吸 都呼吸不出来 鼻塞塞的 没有办法呼吸 那个时候 如果能够呼吸多快乐 现在你能呼吸吗 为什么不快乐 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 人在每一刻都能够享受 现在能享受 未来有盼望 这就是喜乐 对吧 那道理是非常简单 但是 这个明明白白一条路 千千万万不肯行 这个 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做不到嘛 你如果没有基督的真理 没有教会里面 没有常常提醒 没有每个礼拜被提醒 没有常常被提醒 你会忘记的 很快就忘记了 碰到 碰到该生气不该生气的 就先生气再说 那气了 把人也得罪了 把自己也弄伤了 因为气愤是自己 让自己身体很坏的事情 对吧 你最近生气是什么时候 想一想 有些时候想一想真不值得 对不对 为谁再生气 常常有一些时候 那个人明明百分之九十九 是爱我的 但就那一天 讲那句话让我难过 我非常努力的难过 难过到 让彼此的关系搞坏掉 人就常常做这样的事嘛 但是也很无奈 因为 如果他没有救恩的时候 他永远会在 那个cycle里边 那个循环里边 不断地绕 常常 不晓得这个原则的话 那夫妻之间吵架 一定要找出道理来 所以 那些帐本要记得非常清楚 他曾经在哪一天 讲了哪一句话得罪我 一定要把他记得清清楚楚 到时候好如主加征地念出来 然后这个 每一天都备战 很多人就 每天在预备的纷争 预备的备战 预备很多道理 当你 哪一天我做错了 踩了线以后 你要开始讲话 我就立刻缓攻 预备很多很多的弹药 这个 人就在这样的生活着 所以 这其实 就没有办法 因耶路撒冷而欢喜嘛 那也就得不到 上帝的喜悦 我想说的 大家可以明白 所以 这些事情是很简单 很素朴 但是 却是需要 上帝持续的恩典 我们刚才 之前读了 说所谓的新天新地 启示录第21章 第1节说 从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那么 第5节说 做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你要写上 这些话都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上帝 更新了 却要特别强调说 你要写上 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 很多事情 你必须要信了 常常说 信则灵 不信 信则有 不信则无 对不对 你要用信 本于信 以至于信 用信心去知取 看得见更新 我们自己的生命 看得见更新 就有更新 看不见更新 更新不算数 而这个第5节之前 有几句话 我又看见圣城 新耶路撒冷 从神那里 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第三节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 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藏目 在人间 他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这是说 当我们更新了以后 成为一个更新了的人 我们有新的思维 有新的观念 我们知道神就是光 知道神就是爱 我们知道 不是去找一个 找一个外在的神 到我们面前来显现 给我们看 用天雷地火 用种种可怕的事情 让我们就害怕 而是让我们知道 我们里面有爱 里面有信 里面有智慧 这就是上帝 与我们真实的同在 而这个同在 会显出他的果效 那么他的果效 第四节说 神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什么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就是启示录 第21章 是整部圣经的最后 当上帝 把他的恩典降临下来的时候 跟我们现在 所读的这个经文 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百姓快乐 其中 必不再听见 哭泣的声音 和哀嚎的声音 它是旧约的 以赛亚书 和新约的启示录 它是相互 回应 是在那里 给我们应许 在那里 在启示录 让我们看见结果 而这个其中 必不再听见 哭泣的声音 和哀嚎的声音 这是说 曾经听见 那么基本的原理 启示录 21章4节说 因为 一件的事都过去了 那么在 以赛亚书就说 从前的事 不再被纪念 也不再追想 这个不纪念 不追想 就是非常非常 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具体 而我们要去知识 也需要应用 也需要去操练的 一件事情 给你一件好的工具 你要练 给你一个最好的小提琴 不会也不能用 对不对 给你任何一件东西 任何一件 好东西 如果没有练习的话 都会用得很糟糕的 所以上帝的救恩 是需要 不断地用的 所以我今天 本来就打算 跟大家 只讲到 45分 因为需要有时间 给你们讨论 所以我不管 也许要讲到 10、11、12 也不管 我今天就要停在这里 停在这里 跟大家来讲 这么一件事情 从前的事 耶稣基督的救恩 就是让我们 把一切的痛苦烦恼 交在十字架上 你会不会交 不会的话 努力地练习 因为交出去 再拿回来 你这个 我们的心 如果我们去追念 别人的问题 就会想入灰灰 想入灰灰 就是越想越错 越想越多 心仇旧恨 很多东西 有的没有 就砸在一起 如果自己想 自己想别人 对我们的 别人对我们的 这个不公平 或者是别人 对我们的不好 越想对方的错 就越多 自己就会越委屈 那就会越难过 我们的心 要做白宝箱 不要做垃圾桶 这个道理应该很清楚 我们心里面 现在有什么呢 对上帝是感恩吗 对弟兄姐妹 是纪念他的好 还是纪念他的坏 他如果坏 恶人自有恶人魔 上帝会用坏人 去对付他的 但是你想他的坏 你不会快乐 世界上的一切事情 都是如此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 到处都是问题 对不对 我们从开始跟大家讲 好像问题很多 那怎么办 问题这么多 我们还要住在世界上吗 你如果 我今天不敢 跟你们做这样的要求 但是你们可以 对自己有这样的期望 就是你看上帝 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我可以看一切都是好的 前些日子 是 我现在有点记不起来 就是和这个 和对岸来的朋友 在谈到对岸的一些事情 那么我就跟他们讲到说 其实我看他们都是非常好的 他当然 他有不同的意见 有不同的意见 那就是他的状态 我们看我们的政府 一切都是好的 我们看我们的身边的 每一个人一切都是好的 因为上帝造的都是好的 你暂时不同意 我同意你 因为你的想法也是好的 那当你愿意使自己越来越好 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幸福 你要应用上帝的救恩 这就是你的幸福 这就是你的特权 让我们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让我们把知道说 上帝为我们预备 为我们提供的整个世界 整个环境 整个人生 过去 现在到未来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试炼 在经历着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功课 在学着 但是他一定有超过 我们所求所想的美意 至于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想到现在 还想不清楚呢 不要急 认真想 在信心里面去想 往好处去想 因为按着你的信 为你成全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好吗 我们低头祷告 慈爱天父 向你献上 孙神的感恩 谢谢你怜悯仆人 在软弱当中 让仆人能够 按着心里面 所有的感动 和弟兄神愿来分享 你对我们的应许 和你给我们的救恩 在你的话语里面 充满丰富的恩典 我们希望我们 在你的救恩当中 能够 在你的光中 得以见光 在你的爱里面 能够看见 你对我们所预备的 种种的祝福 以及恩典 让我们在一生一世 都有恩惠 慈爱 随着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承担 彼此提醒 更多的彼此祝福 让你的恩典 成为我们今生 生活的凭据 也让我们成为 能够让所有人 都羡慕 你的荣耀见证 听普通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